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灵异会计师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摘要的介绍了拜登的税务提议 那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要来跟各位来讨论一下 可能的应变之道 然后呢 就像我们在上一期节目里面所说的 在拜登的基础建设计划里面呢 有一部分是属于人文的基建计划 那指的是呢 对于中低收入的家庭呢 来扩大这个育儿津贴 然后提供低收入补助 以及教育训练计划等等 所以呢 如果您是属于这个族群的 建议您多留心新的税务政策的变化 得到符合您申请资格的社会福利 例如呢 在今年符合资格的纳税人呢 就可以预先向国税局领取育儿津贴 就是Advanced Child Tax Credit 又例如呢 在我们办公室的所在地 是Cupertino 有一个两年制的社区大学 这个Diense College 如果呢 是符合资格的人呢 也可以免除两年的学费等等 但是呢 若是您是属于高所得的这个族群 那您有可能面对的是 最高个人税的税级呢 由现行的37% 上升至提议的39.6% 而长期资本利得的最高税级 可能由现行的20% 甚至民主党所提议的25% 那在这个部分呢 拜登原先的提议是 升高到同一班所得的最高税率 是39.6% 那长期资本利得的最高税率调整呢 是影响股票 以及出售房地产获利的课税 另外一点呢 是减少或完全丧失 在川普税改中 针对与个人税相连的 小型企业的税务优惠 就是section 199A 那如果您的调整所得超过500万 可能还会面临额外的 3%的新增的税付 所以呢 针对这个高所得的族群 基本的要点呢 就是要从高税率 向低税率的方向移动 以及呢 要妥善的运用 现行的税务政策 来达到地盐所得 甚至不用缴税的目的 那例如 预计自己税率呢 在明年调涨的个人 尽量呢 将所得的收取 其任劣是放在今年 那如果有一些 必要添置的机器设备 这些支出 是不是选择放在明年 或者是呢 趁今年预期的税率较低 考虑做这个Rose Era的conversion 将之后取出 要课税的Traditional Era 或是401k 转成在里面增值 将来取出 不必再刻一次税的Rose Era 那至于是否 因为可能要调高 长期资本利得的税率 那要提前处分 手中持有的股票 或是房地产呢 当然这其中包含了 很多种的考量点 税率并不是唯一的考量点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这个法案通过生效的话 这个生效日 长期资本利的税率的生效日呢 是这个可能 就是建造回更好的 这个法案所提出的时间点 而根据摩根斯坦利 在今年6月份 所提出的一份报告显示 因为所得税率的可能变化 已经产生市场的少量修正 那另外因为买卖股票 或是房地产而产生资本利得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考虑 是否使用1031交换 或是呢 我们转投资机会区域 或是使用Section 121 来达到地盐 甚至免除所得税的目的 那在这个提案当中呢 也提到了提议增加国税局的预算 加强对于高所得人士的税务查核 所以高所得人士 也应该对自己的税务情况 要更加的小心谨慎 那目前这个建造回更好的法案呢 还在国会当中协商 民主党是一个脆弱的多数 不知道会以什么样的数字通过 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 也希望各位呢 都能够在这个变局当中呢 找到自己的定位以及策略 谢谢